几百座园林式古宅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淡雅基调 而这背后是代代建造者的细致与匠心 我刚发了三年 薛林根今年72岁 但水座这一行已经足足57年了 出生于苏式建筑匠人世家了他 和父亲薛福新都是传统建筑营造技艺 国家级非裔传承人 过去的几十年中 他们参与了桌正园 苍浪亭 网诗园 藕园等多个苏式园林的修复工作 我的应该是机遇比较好 因为那个69年收入园林大修 十几年里面学到了好多技术 好多艺术 园林肯定有几百年 几千年的传下去 我们的手艺也要几百年 几百年的传下去 两代人长达几十年的坚守 让他们在苏州的园林中留下了经典无数 每当漫步于苏州古老的园林建筑之间 薛林根的儿子薛东都会有奇妙的感受 昌浪亭南边两个泥树是狮子滚绣球 这个是我爷爷树的 然后北边是两个凤川牡丹 那两个是我父亲树的 现在对我们来年轻人来说 其实这机会就很少了 仰望着祖父和父亲的背影 薛东迈入了苏氏建筑的艺术殿堂 成为了薛家的第三代手艺人 他想要做的是将苏氏民居中的一些技法 融汇贯通 古为金用 让新建的中式建筑也能融入百年前的艺术和智慧 把它最精华的这些东西拿出来 跟我们现在的生活结合在一起 变成了我们现代社会底子下的 这个具有传统精神的苏州园林 而薛东与被他仰望着的父亲 如今成为了合作默契的伙伴 他们要共同将苏州园林的美感与价值观 带给更多的建筑 我们现在的关系是 大虎清兄弟 上神父子兵 他主公师纪 那么我们主要是书公 他是师纪大师 但是我觉得学动也不是终顶 不错的建筑 我不错的建筑 风情万种的昆雪 温婉细腻的苏绣 焦头烤灸的苏式汤面 是属于苏州水乡的精致和讲究 斑驳的粉墙带瓦 古朴的小桥流水 这些浸润着古老文明的记忆 还有生活方式 幸得有人欣赏 必将代代相传